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党团协商 报告协商会议本日协商主题有两个案子 分别为第一考试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第二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我们是第一案协商完之后才协商第二案 因为这个协商的机关代表都不一样 我们首先进行第一案 要并案协商考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这个案子是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并案审查委员段一康的24人 分别离去考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六案 我们在今年的4月11日审查完俊 全案第17条审查会除保留8条条文外 8条条文就是第6条到第9条第11条第12条第18条及第19条 其余9条均有审查结果 并决议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召集协商 那先跟委员会说明啊 对于今天协商的结论 这个包括在那有几位委员有一个建议的处理方式 那么我们有联署 那现在请这个委员会同仁 应用好之后 交给各位委员 那么我们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基础 现在还在意吗 好 请问各位同仁是不是有拿到 这个建议的修正内容 好 如果已经拿到的话 我们就照以这个修正 协商建议修正内容 作为今天进行的这个基础 还没有拿到 还没有吗 各位委员跟考试院都拿到了吗 好 如果拿到的话 我们就照这个建议来进行 各位请看第二条 第二条 考试院有一个建议的修正条文 我们建议是照这个修正条文 请各位翻到刚才发下来的资料的第二页 这个修正条文是 考试院长理宪法征修条文 第六条第一项 锁定事项及宪法所赋予之职权 对各机关执行有关考权业务 并有监督之权 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个修正 有没有意见 来请官委员 我要请教的是对各机关 这个用词 各机关 这个所谓的各机关 这个我们请民主长说明一下 所以考试就是包含全国所有机关 是吗 是 其他的任用那个是有部分在行政院及其所属 是在人事行政总处 但是考试是全部 对因为考试院的职长是 对这个我知道 我是要确认这个 好 但是 OK这样写没有问题啦 对其他的事情你们就 不是针对各机关了 但是会不会变成 非行政院及其所属的其他部分 你们也没有监督之权 我是说你这样列举 会不会反而没有列举的变成是刻意不列举 这个是原来条文 好 好 如果没有我们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修正建议的条文 修正 请各位看第三条 第三条包括人数跟任期 我们是建议采取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 就是把人数下修为7人 因为本来审查会通过的是3人 好 那 考试院建议的是13人 女军议委员另外一个版本是5个人 实在力量党团的版本是7个人 所以把这个4个人数加起来 再除以3或除以4 刚好是7个人 来请官委员 我是提供一个说辞啦 7个当然是我们协商之后的一个折中嘛 但是其实哈 今天你们说有17次嘛 那我们认为说一个考试委员 他一年负担三次点试委员长的任务 还不会太劳累啦 那如果是17次除以3 3、6、18嘛 好 那6个人是偶数嘛 我们就给予基数嘛 好 所以就7个人嘛 好不好 好 其实任期是 来 请徐委员 OK 如果主席要用平均数这样来处理 也是个说法啦 不过我想 我们那时候提7个人 其实是有些考量 主要是参考其他合议制的机关 比如像公平会或通传会他的人数 那还有考量说 你未来如果做一定的分工 或专业上面 7人会不会比较适当 不过当时审查会 把他向下调为3人 我们也是支持的啦 基本上原则是 实在地上党团本来就认为 应该是透过修宪把考试院的功能 预适当的处理 是不是回到三权分立的状态 其实会比较好 不过在现状的情况之下 修宪又不可能 可是进一步去简化考试院 的人事跟功能 其实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如果 我们这边 有委员能支持 希望能调整 从三人调整为七人 我们也是不反对了 因为我们原本立场就是七人 谢谢 好 那一期忧元 就是说我们把它改成七人 在这个立法理由的说明上 要纯粹从公帑 就是所谓的政府支出 这个角度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妥当 要不要应该是从他的职长 以及其他的独立机关的 这些的角度去谈 会不会比较好 所以那个立法理由是不是在另外写 好 我们再另外处理这个立法理由 就是说 大概是横拙 这个考试院意见 跟 就是说 包括刚才徐文所说明的 就是参着其他独立机关 的人数 那么认为 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人数 这个文字我们再来处理 考试院调整之后 那我们请考试院来调整这个立法理由了 好不好 好 第三条我们就照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通过 请看第四条 那么第四条呢 因为我们照审查会的这个通过的版本 但是加上考试院所提供的修正意见的第二项 加一个前项资格之认定 以提名之日为准 我想这个是为了避免困扰 就是说到底这个资格 要什么时候 用什么时候来做 做这个认定的一个基准 提供一个基准日 这样子可以避免困扰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另外一件我们第四条 就照 审查会的通过的版本 在修正之后通过 郭主席 请民主长 谢谢 那个考试院的对案说明呢 是建立第二款啊 建立来删除达到最高级 因为实际上呢 检任最高级的本来就不多 女性更为罕见 为了这个两性的平权啊 所以建立把这个达到最高级把它删除 请大家参考 谢谢 所以刚才民主长的一 不好意思 民主长我刚刚跟专委在讨论 在讨论 你们再说一次 不好意思 我说这个考试院的对案说明是第二款呢 建立删除并达最高级这五个字 因为实际上啊 这个检任最高级的人啊 这个本来就不多 那女性更为罕见 所以为了顾及两性的平权 所以建立把这个党最高级把它删除来增加 这个选择的这个人数 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考试院刚才民主长所提供的意见 就是把审查会所通过的时代力量党团及旅军委员的提案 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那个并达最高级 那个并达最高级把它删除 然后新增第二项 前项资格之认定以提名之日为准 好我们就修正通过 第五条之一我们就采审查会通过的版本 就是对于附入大陆地区兼职的禁止 报告主席 这一条第五条之一啊 考试院的对案收敏是认为建立不予增列 请大家参考谢谢 这个这个我有私下征询过同仁的意见了 我们还是会增列了好不好 好第五条之一我们还是维持审查会的决议 第六条是建议不予修正 就是说保训会的功能啊 跟到底训练的内容 我们可能在下会期处理预算的时候啊 在跟保训会在讨论 但是保训会要注意各位同仁的意见 跟宫听会的时候 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好不好 所以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这个审查会保留的条文我们都 这四条六到九条都不予修正 维持现行条文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我们就做以上的处理 第十条建议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不予修正 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的编制啊 因为我的版本是人事精简到这个下限 就是说本来原条文是三至五人 我们可能就维持三个人 那么这个部分呢 考试院有提一个第十九条的 施行日期的建议 就是说把这个人事务的精简啊 我们可以有一个过渡期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 我们采用委员段一康等的提案 来 历史长请说明 这个第十一条和十二条啊 这个考试院是建立维持现行的条文 那除了这个考试院的对岸的授柄以外 我再补充授柄一下 因为考试委员人数的变少啊 人人也会变动 那是考试院七十一年来 最大的冲击和影响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啊 在实行之后啊 真正的实际问题才会陆续的出现 所以到时候会解决这些问题啊 新的院长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 那新的考试委员 因为职责的增加 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新的秘书长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呢 保留给这个下任者一点调整的空间 目前先维持现状 谢谢 秘书长你的这个理由啊 其实是不成理由啦 就是制度的建立怎么会跟 首长有什么想法 你们首长如果有想法 他们就送法条再来改 其实坦白说 这个条文我没有很坚持 我只是认为考试院 其实这个值等高 然后人数多 今天管委员的咨询也提出来嘛 你们比起这个人总来说啊 你们处理业务的相关的人数 本来就很多 那你现在呢 那是各部会啦 那你现在考试委员人数减少之后 你们相对要承担的业务 或者要处理的 要面对的委员的需求 相对也一定会减少 好不好 可以保留个这个 一点这个调整的空间 比如说一年两年的时间来把它调整 有啦 那个你们第十九条 我们都基本上同意嘛 好不好 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 我们采委员段一康等的提案通过 第十五条 十六条 十七条 因为前面都有对应的条文已经处理了 所以我们十五条 十六条 十七条 就照审查会通过的版本 就是十五十六十七 这三条就是删除 第十八条的院会 不予修正 维持现行条文 就是我们保持 保持考试院的院会 第十九条 采考试院的修正意见 就是修正条文 本法除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外 其余条文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 因自公布日起 二年施行 就是我们公布之后 你们对于人设调整有两年的 内部人设经纪有两年的时间 去做处理 本法施行修正施行前 以在任之院长副院长 其考试委员 得依本法修正前之规定 行使职权至原认其届满时为止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 你们的职权大概就已经恢复到 原来的规定了 我还是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人事的编制修正以后 那个规模大概是什么数字 跟原规模的差距 这个我们有计算一下吗 我们看一下那个条文好了 那你们不能不算啊 赶快告诉我们 一定有算啊 这个重大的事情 因为考试委员人数的确定啊 不是啦 你们的计算啊 这个明早你们计算 比如说三到五人 我修到变成三人 你们就是五人跟三人这个差距 就是你们的最上限跟 那个我们知道 现在是十一条十二条的 对十一条十二条 对 对 包括主席 各位委员 我请我们人事主任来说明一下 请主任说明 报告审查会 那个就是如果按照段委员的那个版本的话 那会就我们那个法定原额的上限 大概我们院内的编制减了二十六个人 差距啊 原来法定 就是原来法定原额不分到一百三十二个 一百三十二变二十六 减了二十六 减了二十六啦 还好啊 还好 这个幅度还好啊 还好 这个就因为你们 委员减那么少 结果你这个下面这一块 现在是你分组办事的部分不会减少 它减少到的是委员的办公室的编制嘛 对不对 报告审查会 应该是委员办公室的部分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委员并没有配置专任的那种法案助理 它是配置在组里面 对啦 所以它是委员所用的助理 是用你们的编制嘛 没有错嘛 所以你委员减少之后 这个编制跟着减少 因为你现在计算是你们的上限 对不对 你们编制原额就是上限嘛 用人的上限嘛 所以我现在是把你们上限往下调啦 那你预算原额跟编制原额差多少 现在 搞不好比二十六还多了 预算原额一百二十六 跟编制原额差多少 跟法定的颜额一三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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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所以是差 现在我们最 最 最 有没有哪里明确至爱难行啊 你们要讲 最care的是我们的这个科长和秘书啊 各 简列数各打五个人 那对这个考试研目前的运作啊 会产生影响 因为科长呈上启下 那质责比较繁重啊 会影响内部的业务的运作 而且会妨碍同仁的升迁 你不要去讲升迁啊 我们讲业务啦 譬如说你说科长会减 那我们就会问 那是哪几科会变成要病 可不可能病 你现在 不是 如果我们上面委员删的比较多 可是你整体公务员这边冲击 其实没有那么大嘛 因为只有26嘛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直等有列 这个改革对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冲击比较小啦 主要是在上面这一块 对那我 我关心的是 他的分组办事的那个职能体系 会不会受到冲击啦 那个冲击与否 你们要讲得清楚啦 报告审查会 因为现在我们有部分的原额 其实是就是 就是就法定原额 其实是上限的部分 那如果说按照段宜康委员的版本的话 那我们要保障县职人员的权益 那可能变成是 有些人要有一些留用的规定 没有啦 你们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 等一下 我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有几个科 对呀你要回答这个啊 职能架构 17个科长 几个 17个 为什么那么多科 你不是三组 我们还有密书处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 我们还有一些内部 内部一级单位 17个科 现有17个科 你是说院本部嘛 对都是院本部 要分17个科嘛 你不是分三组吗 密书处分三组 我们有密书处 然后123组 然后研发会 那还有宿院会 法规会 然后还有编转室 这些都是一级单位 那这些有影响到吗 什么 就只要社科长都会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科长是满 满额 你们的内部 是有17个科长 有没有17个科 有17个科嘛 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就 原来条文是科长是12至17人嘛 对不对 那我就建议这个科长的部分 我们维持现行条文12至17人 好不好 那个层级啦 层级要调好啦 我们要瘦身 但是瘦身的层级要对这样子 应该是我们了解 就是说一个组织要去调整 就是其实要整个去通盘检讨啦 那因为就是目前我们只能就现在 就是委员的版本对我们现职职员有影响到的部分来做说明 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因为像我们专门委员的部分 其实也是有会要需要留用的规定 那是你们自己去处理留用的部分啦 你不要再越提越多了啦 就是你们的主管既然是科长 有这个科有这个 要有这个主管 我们就同意 就科长的部分维持12到17人 好不好 所以我们第11条就修正后通过 第19条也是照考试院的意见修正后通过 那个委员不好意思 您刚刚来 我大概跟您再说明一下啦 因为我们跟这个有大概有谈过一下 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协商的 你说跟考试院谈过吗 还是跟谁谈过 跟考试院其实也有争许过 这私底下有争许过 然后我们刚才也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协商的建议 我大致跟您讲一下重点啦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采了一些考试院的修正意见啦 那么重点是 就要看哪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好了 我口头跟你说明一下 这个人数的部分 我们用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 七个人 七个人你们考试院没有意见吗 主张是13人谢谢 你要这样问他们他们当然会 他们是说13人 我知道 但是我们认为说因为我们本来委员会审查会通过是三个人啦 所以我们这个也做了一些折中的让步 这叫七个人 我们再保留好不好 我们保留在那个 没有关系 就你们如果 院长要讨论的时候 如果要到 这个是重点 我知道 然后 这个如果要到院长那边去协商的话 这个我们的条件就会不一样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 这个 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通过的这个条文 我们既然提的建议我们还是会 请各党团签字 但如果还要到院长那边协商 我们就会回到坚持审查会的版本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我们就整理一下 请各位委员来 我先宣告一下 协商结论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九条条文 予以修正 降附件 附件和附给各位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八条 均不以修正 维持现行条文 三 立法说明予以修正 降附件 我们请考试院协助提出 这个是第三条的部分 七 均照审查会 审查结果通过 我们稍待议事员完成协商结论书面后 就可以交给各位委员来签名 附件的条文内容授权议事人员 以宣告内容制作确认 第三条立法说明 请考试院尽速提出列入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这个协商会议 第一部分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三会 好 报告协商会议 我们这个排定的协商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请各位就座 先跟协商会报告了 我们刚才的这个 对于考试院组织法的协商 就是我们今天排定的第一案 那么我们协商的结论 已经做成 当然要等各党团签字 不过考试院因应我们的协商 还有你有提到一个建议 我刚才也在私底下 跟各位委员也沟通过 就是针对我们协商会议所通过的 考试院组织法的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 原本考试院是建议维持现行条文 但是我们通过了修正之后呢 通过了修正的提案之后呢 他们相对提出来 希望这个他们有一个建议条文 那么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比如说十一条十二条 是对于内部人员编制 那编制可能原定啊 是十五到十八人 假设某一个职务 那我们把它下修 就把这个到十五人 那么他们现行可能有 现在可能有 人员可能有十八人 所以他们希望人员可以留用 也就是把这个编制呢 是维持在十五跟十八人 但是明定啊 其中的三人呢 是欲缺不补 就实质上编制会变成十五人 但让他们可以有留用的空间 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是可以接受 那么所以我会请 这个我们党团通知 考试院那边 把他们建议的条文 送到这个委员会来 好 就送给专委 我们列入附件 那边 他会让他们配到 吗 但是